歷史上的11月14日是秦朝最後一個君王向劉邦投降的日子 其實一開始秦國只是周天子的小老弟而已啦 但在實施商鞅變法以後 國力一路飆漲了好幾代啊 在秦朝相亡時 併吞了周天子的領地還僭越稱帝 直接起始了周朝末代天子周男王 還把象徵天下九鼎搬到了秦國首都咸陽 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法董上的秦朝誕生啦 而後銀鎮繼承王位 他內除全城歷經圖治 消滅了東周殘存的六國勢力 一統天下 自稱皇帝 並且真正建立秦朝 確立了中國固有的版圖範圍 因為是第一個皇帝 所以後人尊稱他為秦始皇 只是一統天下以後 才15年他人就掛了 之後趙高里斯篡改聖職 讓他最小的兒子迎胡孩繼位 胡孩三位以後 先殺自己的兄弟姐妹 再殺伏他三位的李斯 在一番瞎真誠之下 就遭到趙高害死了 之後趙高扶植引子英為秦三世 只是在秦二世的亂搞期間 原本的六國勢力又再次復甦啦 趙高就覺得 這個皇帝有跟沒有一樣啊 那乾脆恢復秦王的稱號 正當趙高以為秦王子英 也只是個昏君傀儡的時候 就遭到子英暗殺提前出局了 這時劉邦已經殺到了城外 子英覺得不行了 就把傳國之息交給了劉邦 正式宣告秦朝滅亡